日前,作为草根出身的大一哥心徒,可谓是一直非常坦荡,各种演出皆到手软,而大一哥也曾坦言,成名之后太累了,每天都要工作,再加上腰伤反复发作,普勘言,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普通农民。 不过,却有不少网友是以大哥炒作,念入千万却抱怨太累,得了便宜还卖乖,越来越膨胀,最近有网友爆料,大一哥有意进入演艺圈,该网友还晒出了朱之文和导演一起吃饭的照片,还说大一哥将有望出演男一号,这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。 虽然网友爆料真实性还有待确认,不过,无风不其道,再加上这些年来,娱乐圈也蛮有责导的明星不少,像我们熟悉的小沈阳,包贝尔,宋小宝,李晨。 郭德纲纷做道理,大一哥进军演艺圈,并不是没有可能,再加上现代朱之文的明星,相信一定能够引起不少粉丝的喜欢和追捧。 另外,大一哥也不是第一次尝试当演员,当成名时,大一哥就曾出演过《村长和民兵战士》,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都有过特串。 相信,这一次当男一号也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,不过,也有网友质疑,让大一哥当主演,这戏还能够看吗? 无论颜值和演技都不是当演员的料,还是别来丢人了,评论可谓是相当扎心,不管怎样,能够一夜成名对于土生土长的大一哥确实非常不易。 一直以来,大一哥也都有一个演员,希望能够出演大英雄,虽然很多网友对其他演员并不太看好,还是安心唱歌吧,但是,我们也应该尊重梦想,希望未来大一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法,趁自己还有精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